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延一身跨栏背心 五分纸头裤 坐在沙发上看足球 他抬头看了眼钟表 从旁边的卡板箱里抽出一瓶啤酒 酒瓶子在手心翻了个跟头 绿色啤酒瓶上立即结满了露珠 还有隐约的冰铃子 一股白色的凉气从瓶子上升起老高 桌上的手机屏幕一亮 嗡嗡作响 来地显示是扎小刀 李延抓起手机 张嘴咬开啤酒瓶盖 咽了两口冰凉的啤酒 含糊着开口 喂 今晚你搬回去住吧 要是搬回去 那行李用不用我叫让给你拿包 李延又吹了一口 双眼盯着电视里 脸上贴着国旗贴纸 吹动哨子喇叭的球迷 漫不经心的说道 别别动 啊 那行 那我不管了 李延挂断电话 把手机放到桌上 正巧 电视里爆发出强烈的嘘声 球赛结束 比分停留在三比零 臭啊 光屁股拉帽 突然全丢人啊 李延骂了一句 拿遥控器要关掉电视 楼梯上才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李延一回头 回来了 丹娘拢了拢散乱的长发 拿皮套扎了个长马尾 冲李延明媚的一笑 转身进了厨房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都行 你看着弄呗 丹娘从厨房探出头来 要不 我到超市买条鲈鱼 再炖一锅牛肉给你 李延乐了 你不是不吃魂吗 我是不爱魂形 葱蒜吃的少 再说 你爱吃就行了 好 李延一边回答 一边摁着遥控器 电视频道在闪烁的红色信号灯中轮了一圈躲 屏幕中的面孔不停的变换 没过多长时间 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端上了桌 除了一条清蒸鲁鱼 还有一海碗炖牛肉 蒸了米饭和萝卜肉圆汤 一盘清炒南瓜煎 李延就着满桌子的肉菜 连吃了几大碗米饭 一边问 对了 欧阳那边我给你请了假 说是你老江奶奶生了疾病 你再去的话别说漏了 丹娘坐在李延的对面 乱着饭碗 点了点头 嗯 我记住了 两人边吃边聊 一晃大半个小时过去了 李延话多 丹娘话少 中间有两次丹娘起身给李延盛饭汤 一条鲈鱼 大半锅牛肉几乎都进了李延的肚子 丹娘一如既往吃得不多 两人收拾起桌上的残羹笼制 这时候大概下午两点多钟 哦 对了 两人一起洗碗的时候 丹娘想起什么似的 两头问一旁的李延 你的行李带回了没有 啊 哦 还没 李延把盘子上的剩水甩干净 放到橱柜里 发出啪哒一声 客厅电视放着某个酸奶怪名的综艺栏目上 爆笑的声音时不时的响起来 娄嗦的饭馆才开张 缺人手 他管厚厨 前台那经理这阵子请假 要我帮忙 我也抹不开面 丹娘撂下手里的锅盖 抬头眨了眨眼 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那 总得有个日子吧 就这个月没多长时间 那 那好 等晚快筒筒的收拾好了 李延一看钟表 哦 差不多这个点 那我先走了 好 丹娘软软的回答 李延站起身 快到门口的时候 丹娘又说道 天热 你走的时候 没有再笑两倍吧 李延哈哈一笑 哼 我可用不着那个 说完 他就推门出去了 门把转动 丹娘以着厨房门口伸了个懒腰 低头叹了口气 走到炖肉圆汤的砂锅前头 给自己盛了一碗 皱着眉头 抿了一口肉汤 又看了一眼门口 才把剩下的汤水 一饮而尽 喝点 扎小刀笑嘻嘻的晃荡着 两瓶五两叶 行 喝点 李延答应的也爽快 千许是输了求 他兴致不甚高 和扎小刀喝了好几钟 才想起来 对了 顾正思我有几个把兄弟 找我来喝酒 你快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扎小刀一愣 知误道 这个 不太合适吧 你甭想那么多 李延打断了他 就是坐一块喝个酒 你要实在不乐意 就当我没说 李延没有别的意思 他与扎小刀认识的时间不短 发觉扎小刀在金海 几乎没有什么倾骨 平常同饭馆雇员 还有同自己打交道 显得世故老练 有些魂不灵的脾气 但是 独处的时候 就显得十分的阴沉 尤其这次龙虎大明 出了浙江陈科的事 李延虽然不问 但心里头明白 扎小刀应该是有些心急 那有什么呀 到我这来 酒吸我来操纸 话说到这儿 扎小刀也就一口硬唇下来 那行啊 我几个把兄弟有口福了 扎小刀的饭馆经营得比较任性 平时乐意营业 十二点也不关门 这会儿子正式吃饭的时候 他到闭门谢客了 平常的客人进了门口的休业 也就寻别处去了 可扎小刀红白两岸的手艺 橙子正经的大酒楼 又在庙处无穷的严府有奇遇 吸引了不少挑剔的老涛 他一旦提前关门 时常有愣头青 非要进来瞧瞧 不甘心的问上两句 才可离开 饭馆里其他人都下班走了 只剩李扎二人 这会儿子就有几波时刻推门进来 问上一句能做不 这会儿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进门了 这人一身的电弓打扮 脖子上挂着白毛巾 张头鼠目 不好意思啊 关门了 扎小刀擦了擦手 站起来笑呵呵的说道 等看清来人的面目 才脸色一沉 左右看了他没别人 才压低身影 说道 你来干嘛 我账没结清 那人连连摆手 刀子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给你打包票 那件事干干净净没有手稳 我知道咱们这行的规矩 没事不见面 见面必出事 没事我也不乐意找你 我这不是没辙呢吗 甭给我打岔 什么事 电弓满脸的堆笑 我不找你 说着 他往扎小刀身后瞥了一眼 李延背对着他坐着 也不回头 把涮下的五粮液 全倒进自己的酒杯 乱起杯子来 一饮而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霍妙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